14岁少女遭遇绑架 却意外揭开了隐藏在地下室里的惊人秘密 看似简单的谋杀案件 背后竟然牵出了庞大的恶势力组织 一个无恶不赦的狂妄罪犯 如何搅动整个比利时政坛 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惊奇先生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个曾经让比利时举国上下 皆为一致震惊 后被英国、美国等多国做成纪录片的连环地窖强筋杀人 马克·杜特鲁安 1996年的8月9日 家住比利时东南部贝特里克斯的14岁女孩 拉蒂莎·特雷尔 从公共游泳池出来 她呢打算步行回家 此时夜幕已然降临 路上的行人寥寥无几 拉蒂莎装了装胆子 告诉自己不要害怕 然而她的担心并非多余 因为恶魔已经悄悄地逼近了她 几分钟后 她就被一辆咫尺而过的白色面包车给带走了 拉蒂莎的父母见女儿没有按时到家 便迅速报了警 警方立即启动了搜寻工作 幸运的是 一位目击者在游泳池门前看到了那辆可疑的白色雷诺面包车 并且记得车牌号是以FFR开头的 警方则根据这个线索找到了20个人的名字 此时一位警官眼前突然一亮 惊呼道 啊杜特鲁 杜特鲁 这个人我有印象 他有过不少前科 早就臭名昭著了 你们赶紧查一下他 警官米歇尔·布尔莱特听到此消息 立刻就去翻阅了这个人的犯罪档案 果然就发现他非常的可疑 此人名叫马克·杜特鲁 住在沙勒罗瓦地区 并且拥有一辆白色的面包车 1989年的时候 因多次绑架和强奸指控被判处了13年 但在1995年的时候提前出狱 有个警察的线人曾提供过证词 说杜鲁特找他帮忙绑架女孩 并承诺付钱给他 为了尽快找到失踪的女孩 米歇尔警官决定立即采取行动 他们查到杜鲁特在当地拥有7处房产 于是召集了40余人 兵分7路进行突袭 8月13日 警方成功地逮捕了三个人 马克·杜特鲁 他的妻子米歇尔·马丁 以及同伙米歇尔·莱利耶夫 在一开始审讯时 三个人都坚持自己的清白 尤其是杜鲁特 但警方却发现他巧舌卢黄 八面玲珑 而且特别擅长变故事 没办法 警方只好继续出去寻找线索 而恰好这时呢 第二个证人出现了 是杜鲁特的邻居 他说曾在星期五晚上 亲眼看到杜特鲁和莱利耶夫 用毯子包着一个孩子的头 把他带回了家 杜特鲁发现情况对自己不利 于是开始改变策略 试图为自己争取从轻处罚的机会 他说 好吧 我给你们两个女孩 警察顿时呆住了 两个女孩 莫非受害者不止一个 在被逮捕的两天后 杜特鲁将警察带去了他位于马西内勒的住所 他们走进了地下室 只见杜特鲁把手按在了墙上 这看似是一堵墙 实则是一扇精心设计的门 警方走进了这扇门 顿时惊呆了 这是一个暗室 长7英尺 宽3英尺 高约5英尺 暗室里有一个笼子 里面用铁链锁着两个一不必停的女孩 一个是最近刚刚失踪的拉蒂莎 另外还有一个女孩 已经在此囚禁了80天了 幸运的是 她们都还活着 顿时 两个女孩被锁在地牢里的新闻 轰动了全比利时 可接下来 却还有更令人吃惊的 之后 杜特鲁又先后带警方去往了他的另外两处住所 在位于萨尔斯拉比西埃的房屋后花园中 挖出了两个八岁的女孩和一名成年男性的尸体 而在位于朱梅特的住宅中 又挖出了另外两只少女的尸体 一个17岁 一个19岁 很快 杜鲁特承认了绑架另外四名女孩的事实 与拉蒂莎一起从地牢里被救出来的女孩 叫萨宾达德纳 12岁 她于1996年5月28日在上学的路上遭遇绑架 被杜特鲁带回家关进了地牢里 遭到了性虐待 并被强迫录制了大量儿童色情的视频 杜特鲁还对这个12岁的女孩进行情感折磨 让她相信自己遭遇了某帮派的绑架 而自己的父母却不愿意为她缴纳赎金 而只有眼前这位大叔是真正想要帮她的人 杜特鲁让她给自己的父母写信 并且假装把信寄出 实际上则利用这些信件来操纵她 萨宾是在被囚禁三个月后获救 而其他四名女孩却远没有这么幸运 1995年的6月24日 两名8岁的女孩朱利·勒琼和梅丽莎·卢索 在沙勒罗瓦以东55英里处的一个小镇散步时 遭遇绑架 杜特鲁同样是将他们锁在了自家的地牢里 可能是觉得两个女孩年龄太小 不太好加以利用 于是在两个月后 她又绑架了17岁的安·马查尔 以及19岁的爱菲亚·兰布瑞克斯 这两个女孩在海边露营时失踪 而他们的父母则一直在疯狂地寻找 但当时的警方却并没有严肃对待此事 事后的调查表明 这两名大一点的女孩被杜特鲁下了药 然后被带到了她位于朱梅特的住所中 并最终被豁卖 警方无从获知他们死亡的具体细节 但可以推断 他们生前也同样遭受到了性虐待 1995年的12月 杜特鲁因倒贴汽车被捕 她被要求在狱中服刑四个月 期间 她委托自己的妻子米歇尔·马丁 帮忙照看地牢中的朱莉和梅丽莎 可是米歇尔并没有做到 她声称自己太害怕了 所以不敢踏进地下室 最终 两个八岁的女孩被活活饿死在地牢中 更加可悲的是 在杜鲁特服刑的四个月期间 警方曾两次搜查她的住所 这是地牢中两个女孩被解救的唯一机会 但警方却什么也没做 在其中一次搜查中 两名警官由一名所将陪同进入屋内 所将说自己听到了有女孩尖叫的声音 而警官却没有理会 简称声音是由外面传来的 随后呢 他们在杜鲁特的家中查获了大量自知的录像带 其中一些详细地记录她自治地牢 并囚禁女孩的过程 更令人气愤的是 警方把这些录像带带回警局 却一直没有打开看过 理由是警局里没有播放器 由于警方的严重失职 两名八岁女孩的生命就这样被葬送了 马克·杜鲁特具有严重的犯罪前科 1992年就曾因绑架和强奸五名少女而坐过牢 这位无恶不作的魔鬼 出生于比利时的一个教师家庭 母亲非常强势且有掌控欲 而父亲则有一定的暴力倾向 15岁时 父母分居 他从此跟随母亲一起生活 杜特鲁年轻时学过电工 但工作非常的不稳定 于是他开始凭着自己四处钻营的本事 做一些鸡鸣狗盗的事情 包括偷车 抢劫和毒品交易 后来他的行动是越来越大胆 开始跨国犯罪 比如将自己偷来的豪华汽车运出国门 卖给杰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地下买家 以自敛财 1983年 已婚的杜鲁特认识了女教师 米歇尔·马丁 于是两人一拍即合 杜鲁特离婚并且与他再婚 从此之后 两人是狼狈为奸 1992年 两人就因为绑架和强奸而获罪 杜特鲁被判13年 而妻子则被判处了5年 但由于杜鲁特非常的善于操纵 所以他在狱中获得了模范囚徒的称号 只服刑了3年就获得了假释 服刑期间 杜鲁特声称自己因精神疾病致残 设法申请到了每月1200美元的政府援助 他甚至还说服了工作人员 定期为他提供镇静剂 实际上这些药品都成为了他绑架和操纵女孩的工具 时间很快来到了1995年 他们夫妻重获了自由 回到了沙勒罗瓦的住处 并且再次踏上了犯罪的道路 除了妻子之外 杜特鲁还有两个同伙 莱里耶夫和温斯坦 来配合他共同完成面包车绑架 其中温斯坦还帮他一起活埋了17岁的安和19岁的爱菲亚 可后来 温斯坦和他的另一个同伙因为偷车而被警方盯上 杜特鲁怀疑有人向警方通风报信 感觉自己遭到了背叛 听说温斯坦被警方通缉之后 杜特鲁为了保全自己并绑架了他 给他喂药折磨并威胁他交出了财产 随后也残忍地将他豁卖 也正是因为此次的偷车事件 使得杜特鲁在1995年的12月被捕 并且服刑四个月 并留下了朱莉和梅丽莎在地牢里被活活饿死 1995年 杜鲁特的母亲曾给当局写过信 说她知道自己的儿子绑架了两个女孩 并将其关在自己的家中 结合前面讲的偷车事件 很难想象警方在明知道杜特鲁 有这么多犯罪前科的情况下 却为什么没有好好搜查他的住所 也没有查看没收上来的那些录像袋 这不得不令人怀疑 是否有人从中作梗 阻碍案件的调查 暗中为杜鲁特打掩护 事实上 很多工作人员和新闻记者 以及大部分比利时民众 都一直相信这个说法 杜特鲁在自己的证词中声称 他呢 仅是欧洲一个大型犯罪团伙中的一名小角色 这是一个庞大的恋童癖网络犯罪组织 其成员涉及比利时的警察 商人 医生 甚至是一些高级的政客 他还声称一位叫做 米歇尔尼豪尔的同伙 其实就是他的上线 还有两名不能透露身份的警察 也参与过他们的绑架过程 1996年的10月 案件的主法官 让·马克·康纳罗特 因参加为受害者家属举办的 酬款晚宴而被免职 这名法官曾帮助解救 两名幸存的女孩 被比利时民众视为英雄 而此次的免职 表面上是担心 他影响审判的公正 实际上则有媒体称 是因为他即将披露 在录像带中被认出的 高级政府官员的姓名 此事引发了比利时人民的 普遍愤怒 而司法的公信力 也瞬间跌至故地 30万民众自发上街游行 呼吁警察和司法系统 进行改革 这是二战以来 比利时最大规模的示威行动 被称为白色游行 而更多的民间调查和分析认为 有很多线索都能表明 杜鲁特和大规模犯罪组织的关系 比如杜鲁特本人的 房产和资产的来源 他总共拥有10处房产 但依然能获得每月1200美元的 政府补助 维基解密公布的资料显示 杜鲁特在实施绑架期间 有大量不同货币的资金 到达了他妻子的银行账户 而1996年精神科医生的检查证明 杜鲁特鲁 并不具有恋童癖的典型特征 这也一定程度上 证明了他的作案动机 去实施金钱 再比如杜鲁特指论的那位同伙米歇尔 尼豪尔 被认为与负责此案的新法官私交不浅 在案件调查期间 一些女性受害者出来发声 说尼豪尔是某大型性爱派对的组织者 而一些政客和官员是派对的常客 而不少未成年的少女被带到了派对上 供客人们的消遣 尼豪尔因杜特鲁一案 被指控犯有绑架共谋和毒品罪 但由于证据不足 最终只因毒品罪被判处了五年徒刑 卢子清的判罚 更加让人怀疑他背后的势力 调查人员在关押女孩的地牢中 发现了无数根头发 警官米歇尔 曾请求当局对头发的样本进行分析 以确定杜特鲁之外 是否还有其他人参与作案 但当局却一直对此消极回应 后来在法庭上 杜特鲁的律师称 杜特鲁并不是唯一的恶魔 在地牢内 发现了6000个头发的样本中 有25个未知的DNA图谱 这说明某些人仍在逍遥法外 以上的推断 至今都未得到官方的证实 所谓大规模恋童癖犯罪组织 是否存在的谜团 至今仍未解开 但是无论如何 警察系统的严重失职 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调查期间 有多名警官因独职而遭到罢免 1998年的4月 由于监狱看守的不善 杜特鲁还一度成功地越狱 让警察和司法系统的公信力再度蒙羞 比利时的内政部长 司法部长和警察局长也先后辞职 案件的总检察长也自杀身亡 此案件的调查进展缓慢 一直拖了将近八年才最终进行审判 2004年的6月22日 杜特鲁被判处终身监禁 而他的妻子马丁则被判处了30年的有期徒刑 同伙莱利耶夫被判处了25年 地狱空荡荡 恶魔在人间 个体之恶的背后 或许是一个群体的暴虑无道 而群体之恶的根源 终究还是个体无止境的贪欲 是物欲 是色欲 更是痊欲 好了 感谢收看本期的惊奇先生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